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Osmolens 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GENERATION TOY MIXER TRUCK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玩具的包裝,在盒子的正面呢,這裡有一個GENERATION TOY MIXER TRUCK 就是這款玩具的一個名稱 然後它正面這裡有一個MIXER TRUCK人型的一個插畫 畫的是不錯的 然後它的包裝跟上一款介紹的那個 Scraper 的盒子其實基本上大小 規格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看一下就好 如果沒有看過上一集的人呢趕快回去看 然後這裡這個插畫就是這樣子延續下來 那外面這邊是一個封套,上一集都有講過 裡面長的都差不多,都一樣都是泡棉 側面沒有東西後面也是長的都一樣的 一個這個大力神的一個插畫 然後這邊有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GENERATION TOY 對,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那盒子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到玩具的本體 首先它有附帶一個說明書 那跟上一款玩具規格用料都是一樣的 那我沒有打開來,大概就長這個樣子,然後裡面呢 有這個補件的一個 產車替換補件說明書 它這一款玩具附帶了非常多的補件 就是這個東西,這個,這個,還有這個,很多很多很多東東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的看一下,就是這一款產車上一集介紹的 我們這個帥哥 我們這個帥哥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它一個合體的關節的一個零件 那有人好像是抱怨說 那個合體的關節零件呢太過緊了 所以說呢他們這個玩具公司也非常貼心的附上一個補件 讓你可以去做一個更換 然後這裡呢則是一個胯下的一個補件 我也搞不懂,到底胯下為什麼要補 好像就是為了說這個裙甲容易掉的這個問題吧 所以它多做一個胯下的補件 丟到旁邊去 然後這裡呢則是這個手臂的這個蓋板 手臂的蓋板 有兩塊 然後以及我有說過說背後這一塊 背後這一塊很容易鬆開 很鬆 所以說呢它這個紫色的部件也是替換的一個部件 應該就是讓它插的更緊吧 所以說呢這個玩具公司算是 還蠻有良心的啦 知道說自己的產品有一些缺點,然後在第二款玩具 還給你補上一些東西,算是蠻貼心的一個舉動 那這個產車滾到旁邊去,今天主角不是你 站位置 站在這邊,站著毛坑不拉屎 好,那我們來介紹這款,這款是 Mixer Truck 那載具呢,它載具的一個型態 是一款工程用的 水泥車 水泥攪拌車 那它的樣子也是介於現實 跟卡通之間的一種造型 那我個人呢,我是比較喜歡偏 實際車輛的那種 設計 但是呢,這款玩具呢,我個人是覺得說 在載具的狀態之下呢,這款 水泥攪拌車基本上看起來 也是不錯的啦 看起來並不會說很鳥 那整個質感呢,看起來是OK的 那我這款玩具呢,一樣 也是有貼上這個 第三方 Ripple Labels的貼紙 那所以說呢,看起來是比較正點的喔 比較屌的喔 那後面呢,這邊有一個合體用的一個關節 暴露在車尾這邊喔 這個是應該是車型之下 算是最不好看的一個地方吧 其他的各個角度來說呢 基本上 做的是還不錯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喔 那在細節方面呢,它整體的刻畫是還OK的 我覺得是 可以再多一點細節喔 並不會 再多一點細節也不會死啦 我覺得是比較屌啦 然後這邊有個透明部件 然後這個雨刷呢 是有上漆的喔 然後這裡有新增這個貼紙 以及這裡有新增這個 類似 車燈的這種貼紙 然後以及這裡 這個是我的最愛喔 Mix Master Mix Master 其實這款玩具呢 它基本上就是Mix Master 就是G1的那個大力神的其中的一員喔 那個水泥攪拌車 但是礙於版權的問題呢 所以它只好給它亂取一個名字叫做什麼 Mixer Truck 好 對 然後車燈呢 這個是有上漆的喔 基本上塗裝是塗得還OK還不錯 那看到側面來 喔喔喔喔喔不小心掉下去喔 然後呢 這邊有上一個銀漆喔 這裡有個透明部件 輪胎呢是有新增貼紙的 這個也是上一集那個 產車呢也有一樣這個英文字樣 Construct Corp 我也搞不懂到底是什麼東東啦 然後這裡有新增這個 後照鏡 喔這個很屌喔 它後照鏡也給你新增一塊貼紙 貼上去更像一個真實的車輛 這個是不錯的喔 嗯很棒 然後呢一樣呢在這個黑色跟黃色條紋的這個地方呢 這個Repo Label呢全部都把你覆蓋上一個新的 反光效果的一個貼紙 這邊也有一塊 做的是相當不錯 尺寸呢是算的非常好 很好貼 並不會說非常困難 然後這裡呢有我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狂派的標誌 然後掃的這個東西喔 基本上那個味道那個感覺差非常多 多了這個就 有那個feel了 有感覺了 嗯很好 那輪胎呢都是 這個有新增這個貼紙 看起來是蠻正點的 然後它也是一個橡膠輪胎 它是可以拆下來的 所以呢 這個質感是不錯的 很棒 橡膠輪胎是不錯的 這個設計是不錯的 然後這裡也是新增一塊貼紙 然後呢這裡有兩塊那個類似車尾燈的一個貼紙 都是貼上去的喔 然後呢在上面呢這邊這個水泥這個蓋子的地方喔 倒水泥的地方這裡有新增一塊貼紙 看起來是不錯的喔 然後呢 打開來看一下喔 裡面還有東東喔這邊有新增一塊貼紙 然後有很多小的這個圖樣喔 圖的是 蠻精細的 刻畫的蠻精細的喔看起來是不錯的 我還蠻喜歡這個 這個設計這塊貼紙貼在這邊喔打開來 別有一番那個洞天的感覺喔 蓋起來喔 然後呢 兩邊是一樣的上面基本上 差不多就這樣子 然後看到下面呢 它武器 也是一樣可以收納在車下的 然後這有些人型新增的貼紙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 細節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款載具呢 個人來說呢 我是覺得說 是不錯的 那有一點是我覺得我比較不喜歡的就是說 它這個載具喔在這個地方 它是應該要這個地方 呃這裡 這裡有一個凸 它是應該跟旁邊這個洞是要扣在一起的 然後這個 這個輪胎呢它是可以移動的所以說 呃怎麼說我覺得它扣的不是很緊 所以說呢在車型之下有時候你給它壓一下 你看 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呢我比較不喜歡這一點 那當然你 不故意去壓它的話 基本上是還好你放在桌上 滾動性是沒有問題的並不會說 非常鬆散 一體性是還OK的 但是有時候你給它稍微壓一下它就 這樣子 這個就 讓我覺得有一點不爽 就 就玩起來有點不爽你知道嗎 那種感覺 但是呢就是也不是說 世界末日啊 真的很慘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小缺點 那這個載具呢基本上 這裡是可以打開的 其實我從來也不會把載具形態之下 把這個東西打開因為我不知道打開來到底要幹什麼 然後這裡有個泡啦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這樣子 就這個樣子啦 這個油桶不能滾喔是有點可惜的 不是油桶 這個攪拌水泥的這個叫什麼 反正就是攪拌水泥的這個東西喔 它不能滾動喔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呢它也是算說 還蠻貼心的 它既然不能滾動呢它乾脆給你設計一個可以打開 你好像可以從裡面 拉出一款泡的一個感覺 武裝型態的一個感覺 所以呢 載具呢 我想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呢 先把這個武器 收納在下面這個武器呢它就是一個凸 就插在這裡把它拔起來 拔拔拔拔拔 喔拔起來 然後呢這個武器呢 就先把它丟到旁邊去喔 滾到旁邊去我們要變形 然後呢 首先呢先把這個 很容易鬆開這個地方喔 乾脆就先把它鬆開啦 其實沒有弄它到都已經鬆開了 然後呢把車頭 這塊板子呢 喔這個掉了喔 沒關係讓你們看一下喔 插回去就好 然後呢這個是這樣子勾住了把它鬆開 然後呢把車頭鬆開 然後就可以把它 這塊翻出來 這塊把它翻出來 然後呢翻到另外一面來看 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 像這個樣子 轉 這樣子轉出來 轉出來 然後這一片呢 這個扣子把它拉開 就把它掛在這裡就好 像這個樣子 然後翻到後面來看 這裡呢先處理這隻腳 欸這個東西又掉了喔 待會再搞它 這個東西呢這裡有塊板子要把它翻開來 翻開喔 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把它這裡 這裡是有個凸的 跟這裡是有一個洞的 把它扣進去 扣進去然後這裡呢 再把它扣下去 像這個樣子 然後把它腳底板翻出來旋轉180度 然後再把它腳後跟也翻出來 然後這個排氣管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把這一片 蓋上去 翻到正面來看呢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輪胎這個東西呢是可以把它往下擺一點 把它往下擺一點 就這個樣子啦 隨便你愛怎麼擺就怎麼擺 然後這一塊呢把它 扳起來 它是扣住的 這一塊把它扳起來 扳起來呢把它移到 移到旁邊去 稍微有點 這樣 移到旁邊去 好 那就一隻腳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一隻腳呢我們就稍微變快一點喔 這個東西呢就把它打開喔 這個東西我手 打開 喔咦打不開喔 喔打開了 然後把這個東西扣下去 這個東西扣下去 這個轉過來 這個腳把它轉180度 腳後跟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之後把它扣進去 扣進去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輪胎呢把它往下放一點 然後腳底板這個地方呢雖然說是扣 扣的也不是說非常緊啦 然後把這塊東西扳起來 調到旁邊去放下來 好 那一雙腳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處理它的上半身 首先呢先把旁邊這塊東西 扳鬆 它是扣在這邊的 然後把它往上放 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往上放 扣起來 扣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它跟手是有卡扣的 把它分開 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分開 都把它鬆開 這旁邊也是鬆開 這邊是有扣子的 然後鬆開的時候呢就把它轉開來 就要滾到旁邊去 不要這邊礙事 然後這個手呢就把它 鬆開 它也是扣在這個身體裡面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兩隻手 兩隻手 跟上面這邊也稍微鬆開之後往外拉 拉開來 拉開來之後呢 這邊 旁邊 頭的旁邊有兩塊板子 把它蓋起來 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這個板子 把它蓋下去 蓋下去之後呢 把它這個胸口旋轉180度 把它往上放 扣起來 然後手呢把它轉 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然後 這個手呢 它這邊是有扣子 跟後面這邊是要扣住的 把它扣起來 然後旋轉180度 然後再把這塊 把它滾到旁邊去 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這個東西轉過來 然後呢 把這個東西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呢 這一塊東西叫它 滾到旁邊去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上面這塊東西我是 會把它拔起來 然後把它 旋轉180度 它原本是這個樣子 然後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呢下面這邊是有一個 開關 靶子 就是可以把它推出來 可以把上面這兩管這個紅色的 透明的這個泡 把它推出來 然後再把它裝回去 那 這個我們這個 攪拌車 Mixer Truck的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大功 告成了 在我們這個Mixer Truck 變為人型之後呢 基本上 看起來整個四肢的比例是 也是還不錯的 這個腳呢是 有一點粗大 你看後面這邊是有一點 有一點 寬的 但是 我是覺得 還OK啦 它是有一些把一些空洞的地方 藉由一些 變形呢 把這些空洞補起來 那這一點是做的還不錯 但是這個小腿呢 實在是有點太粗了我覺得 這個 然後後面這邊呢基本上這邊 你可以把它打開 不打開也可以隨便 然後側面 基本上沒有什麼背包 然後呢 手臂上這兩塊東西呢擺在旁邊看起來這個造型 並不會說非常突兀 看起來是還OK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頭雕 頭雕呢基本上做的是還不錯的 然後眼睛是一個透明部件 但是後面呢有一大堆東西擋住喔所以 透光性並不是說非常好 那 面罩的地方是有上一個銀漆的喔 然後呢 胸口這邊 這邊是有新增這個 有一個狂派的logo一個細節貼紙 然後這邊這個紅色的這個反光貼紙 然後胸口是一個透明部件喔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紫色的一個透明部件還有上一些銀漆 然後這邊這個藍色的這個也是新增上去的貼紙 然後以及這裡有一個三角這個箭頭告訴你說 這裡是它的重要部位請不要隨意觸摸 哎呀碰了一下喔 這裡有一個多了一張貼紙 這裡有一個上一個 它的漆喔其實它有一個亮銀色跟一個 深灰色的那種金屬的漆 所以層次是還不錯的 然後整個大腿都是有上漆的 先看手好了 手呢旁邊這一塊呢 基本上就是新增這些貼紙 手臂並沒有什麼新增的貼紙 然後大腿呢是有新增這個貼紙 這邊是兩塊貼紙貼上去的 看起來是非常不錯 兩邊都有 然後呢車頭這些地方這個車牌這個剛剛都看過了 然後腳的內部呢也是有一些刻畫的 基本上還可以再刻畫的再多一點沒有關係喔 我並不會排斥說 再多一點刻畫喔 所以我覺得是OK啦不錯也是有上漆 然後呢看到腳底板 腳底板呢這款玩具這個系列的玩具喔 它的腳底板都有做一個這種防滑處理的一個塑膠 另外做在腳底這個部分 那這個東西呢我覺得是非常加分的 增加它的站立性 然後也是一個蠻用心的一個舉動 基本上現在蠻少看到說有玩具會特地在腳底做一個防滑的一個塑膠 鋪在腳下 這感覺是不錯的 那整個人物的細節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看到後面呢基本上 這個就是這個攪拌車的這個 水泥桶 然後上面這個 細節然後手臂後面呢 這邊還有一個透明部件喔 基本上這邊不需要做透明部件它也看起來就是還不錯 但是呢它多做了這個東西呢 就是多加了一些分數喔 我個人是這樣子認為的啦 那基本上整個人物的細節呢就是這樣子 那還不錯 加上貼紙之後呢是更加的正點 更加的豐富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可動性喔 首先頭 頭是可以左右旋轉喔是一個球形關節 但是上面這塊會稍微擋住喔 所以說 嗯 這塊也是可以移動的 那如果說呢 你把後面這邊打開來 它這塊是可以 把它往後彎的 它是可以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的話呢這個頭的可動性呢 就好比較多 在 擺動起來 也比較不會被這塊擋到 那 人物的造型其實應該來說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我們還是先把它擺這個樣子 然後手臂呢是360度沒有問題 二頭肌旋轉沒有問題手肘彎曲是不錯喔超過90度 超過90度 然後呢拳頭 拳頭我們看一下拳頭是可以旋轉的沒有問題 手掌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旁邊這塊東西呢 它是可以任意擺動的 它可以上下移動 然後也可以旋轉 那 這邊旋轉呢是一個齒輪關節 聲音非常清脆非常好聽 所以說呢旁邊這塊東西呢並不會鬆鬆垮垮的 掛在旁邊 是可以根據你想要的角度去擺 然後它是不會鬆垮的 非常不錯 非常棒 它居然還有用到一個齒輪關節 這是非常加分的一個東西喔 然後這個系列的玩具的人物可動性都非常好 基本上每一個人它都有一個腰轉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這一款玩具的一個腰轉你必須要把這個打開來 打開一點它才會比較好轉 那它只有一邊另外一邊只有一點點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只有一邊轉的比較多沒有沒有是卡住了 大概可以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應該是可以吧 對沒錯很緊啊 因為我比較少去玩所以非常緊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可以轉多大 然後這個腳也是一個齒輪關節 往前踢大概是這個樣子 膝蓋彎曲大概可以彎到這個樣子 整個疊在一起 然後呢大腿旋轉 然後腳掌是一個球形關節所以它也是有 有一點接地的然後可以往前往後 然後 裙甲不行打開 那基本上這個人物的可動性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嘛 然後往旁邊踢 往後 齒輪關節 那這一塊呢 這一塊腳底這一塊是比較容易鬆開的 所以說呢這個東西也是人物之下的一個缺點 那基本上呢這個人物的可動性呢 基本來說站立性各方面 都不錯 可動性整個也是非常不錯的 它可以擺出蠻多POSE的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關節的緊實度也都表現得不錯 那這個玩具公司呢這個系列呢基本上 做出來的質感啊各方面的表現 都有一定的水準啊齁 所以說呢我個人是還算蠻推薦的啦 那它有附帶那個武器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武器先給我站好齁 武器在這裡齁這個東東 這個看起來這個是可以拉開的齁拉開來 就變成一把 拉開來的槍 看起來是普普通通啦 然後槍頭是有三個銀漆的刻畫是普通 那有洞呢你就鑽 隨便鑽 鑽上去 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 還不錯的齁 小把了一點齁 然後呢手臂上好像有洞 這裡也可以 插 插在這裡 看起來也是 普普通通並沒有很帥並沒有很屌 那這個槍拔起來把它丟到旁邊去 滾到旁邊去齁 那我們這款Mixture Truck 這個Generation Toy的第二款 大力神組合的這個第二款作品 基本上我覺得是 怎麼說 我覺得是第一款的作品給我的感覺是比第二款 來的好一點 人物的比例啊或各方面 那可能是因為載具形態的關係吧所以 必須要遷就說他的載具 以及變形的一個步驟 所以說呢 這個大腿 不是大腿 小腿的地方 我個人是覺得說 很粗壯 但是其實你擺在架上來看 是還好的 並不會說 看起來 比例 非常不協調這種感覺 那我個人是因為說 整套我都預定了所以說 我不管 不管怎麼樣我一定是整套收起 所以說呢 這款玩具呢個人我是覺得 相較之下 第一款的 整個的感覺給我來說呢是 比 這一款來的 好一點 如果說不想全部收起的人呢 我覺得是可以 考慮這個 殘車 基本上我覺得做的是 比這個第二款的這個人物的比例來說呢 是好上一點 那這款Mixer Truck的分享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 OptimusPrime 我們是 自動物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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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